大家好,我是大铃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这些手表的起价通常为500美元至1000美元,属于中高端的价位,而这也是洛杉矶的时尚万表品牌,MVMT背后的两位创始人创立这个品牌的原因和目的,比较低的价格出售时尚万表,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,在5年内,他们的年销售额从年增长到8000万美元。 在本文中,我们将仔细研究,Google App在产生收入中所扮演的角色,MVMT业务MVMT的两位创始人都有过电子商业经验,其中一位发起了成功的重筹活动,因此,这也是他们启动MVMT的方式,借助IndieGoogle活动在50天内筹集了30万美元。 2016年,MVMT的收入为6000万美元,因此,他们在2017年定下了9000万美元的收益目标,但在2018年,该公司的收入仅为8000万美元,虽然收益仍然可观,但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达到2017年的营收目标,也可能是增长逐渐放缓的表现。 但主要原因,还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竞争者进入了手表领域,简单的说,MVMT能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功,主要归功于其在Facebook上的品牌塑造,包括自然流量和付费广告,然后又扩展到Infgram和YouTube等其他渠道。 这种快速增长的潜力,使其在2018年10月以2亿美元的价格被收购。 接下来,让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。 Intra Chase.com流量分析19年7月,MVMT手表网站,吸引了117万访客。 数据来源,CMVMT不写访客来自全球各地,其中将近一半来自美国。 数据来源,CMVMT流量来源也分次不齐。 搜索,40%直接流量,31%社交平台,25%推荐,2.5%展示,2%电子邮件,1.5%在社交媒体方面。 Facebook能占所有社交流量的52%,而Instagram仅占约3%,他们在这两个平台上都有大量的关注者。 另外有趣的是,YouTube吸引了40%的社交流量,相当于每月约有11.7万次访问。 由于MVMT的YouTube频道相对较小,因此这些点击中有很多,是来自付费广告或其他宣传该平台的渠道。 在YouTube搜索流量中,自然访客占75%,付费访客占25%,小记约有11700访客,是通过搜索找到MVMT的。 因此,鉴于流量来源的占比,下文将重点分析下搜索广告以及YouTube广告。 MVMT Google Ads广告系列整体情况以下,是MVMT在2019年7月期间在Google Ads上花费的概述。 Google搜索广告MVMT在许多市场中投放广告。 数据来源,SAMRUS美国占所有付费广告的40%,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则占7%,其余分布在许多不同的市场,德国、西班牙、英国、荷兰等。 但是这些广告在投放不同市场时,都没有被翻译成当地语言。 这虽然使得该公司在管理这些外国广告活动变得容易得多,但效果会也比较差。 品牌付费搜索广告,前十个品牌关键词,按他们代表MTorchis点看的流量排序资料来源。 SAMRUS神上表可以看出,他们由销售男士手表发家,MVMT Watchman,MVMT手表男士,各搜索量,是女士的十倍。 他们其实是最近几年才开始销售女表,因此这是他们可以进一步发展的领域。 接下来是客户为了查看评论而产生的巨大搜索量,MVMT Watch You,MVMT正在捕获这部分流量, 让更多的客户能够看到优质的评论。 有趣的是这个MVMT Funnel F,MVMT太阳镜。 这是MVMT去年才推出的新品系列,但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搜索。 搜索广告以下广告显示了品牌搜索的核心,MVMT。 除了标题不错之外,机关网也运作良好,尤其是因为还有许多其他网站, 例如亚马逊也在售MVMT手表。 The MVMT is more than watches,MVMT就仅仅是手表,和No one's a watchmaker,不再只是制表商。 这两句广告词都在向客户暗示,他们还有其他的产品。 但单从这条广告中并不能获取更详细的产品信息, 但是由于此广告是针对其品牌,并且人们已经知道而展示的, 因此它能够激发客户的好奇心并获得了点击。 为了庆祝他们的周年纪念日,MVMT专门制作了广告, 清晰地展示了促销活动和26%的折扣。 在促销活动即将结束时, MVMT通过广告让客户知道了作物的紧迫性, 这是针对你的促销活动的一个很好的策略, 但这可能会以更具针对性的广告, 数众范围更小并获得更高的点击率为代价。 MVMT的广告还展示了如何更好地进行广告组一级的网站链接, 以下是针对关键词MVMT出现的广告的网站链接。 这些链接进一步展示了MVMT的主要品牌, 蓝表、鱼表和太阳镜, 并重点介绍了他们的一款畅销手表, Chrono,客户搜索MVMT Watch将显示以下网站链接。 这些为考虑购买MVMT手表的人们, 增加了一个有趣的选项, 可互换表带InterchangeStrap。